几周之内四川成都某小区 50多户居民家庭的玻璃爆裂 这还是高层住宅呀 玻璃哗哗的往下掉 虽然开发商表示说会给住户更换玻璃 可问题是这就能解决吗 通过网传视频啊 我们看到这个小区多家住户的玻璃 是哗哗的往下掉啊 高层住宅十几层几十层 幸亏楼下没人 要不然这像刀一样的玻璃下坠之后 不知道要给人造成多大的损害 而且幸亏现在是夏天气温不高 这要是数九寒冬你这个玻璃都碎掉了 那么居民如何在家中生活呀 尤其是几周以来 这个小区有50多户居民的玻璃都爆裂 咱们知道啊 玻璃好像有个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的自爆率 你说如果整个小区居住多年之后 有那么一家两家玻璃爆了 咱也云解 开发商赔偿就完了 可是短短几周之内 有50多户玻璃爆裂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呢 当然经过物业协调 开发商表示说 大家不要担心 可能是玻璃质量出现了问题 开发商未来会给所有玻璃损坏的家庭呢 更换新的玻璃 但是这一件事真是发人深省啊 为什么你这个玻璃质量能差到这样 而且难道只是玻璃的质量有问题吗 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啊 前两天还有一则新闻啊 四川某市的一个小区刚刚交房半年 结果呢 三百多户居民总共数出了 接近1800条略方 刚刚竣工的小区 怎么会有这么多略方呢 开发商还找了第三方监测机构 人家表示说哎呀 这是建筑行业的通病 可能是因为气温变化的原因 导致屋内出现了略方 但问题是 全国各地那么多城市 那么多小区 哪个小区刚竣工半年 就会有如此多的略方啊 过去两年 我们进入到了房地产的冰河期 房子不好卖了 开发商举步维艰 入不服出 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 这两年竣工的房子 有部分开发商有可能资金院断裂 就会一次充好 他们的建筑品质就有可能下降 没办法 他没钱啊 他糊弄糊弄把这个楼 用点一般的材料建好就得了 所以最近两年交付的小区 广大业主朋友们 更得小心了 要好好地检查一下 自己的建筑质量问题 现在暴露出来 我觉得比未来暴露出来更好呀 而另一方面对于开发商来讲 哪怕你没钱了 哪怕你资金院断裂了 你也不能给我们一个有问题的楼盘啊 否则将来你就不是赔钱那么简单了